歡迎收看由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和澳門有線電視聯合製作的英超之旅特輯 俗語有話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今集已經是最後一集了 回顧過去6日自身帶我們去了倫敦各個著名景點 亦都到訪了各個英超隊伍的主場 親身觀看了兩場激烈的英超賽事 特別是曼聯對曼城 這場可謂是宿敵之間的對決 今天我們將會再次參觀當晚的比賽場地 澳脫福球場 今天來到行程的最後一天了 今天也帶大家參觀澳脫福球場 其實早兩晚我們都看過了 曼聯對曼城的賽事 當時就不能進去球場看 但是今早呢 我們都帶大家進去看看 究竟這個曼聯的設施是怎樣 包括球員的更衣室 看台各方面的 事不宴遲 我們現在立刻進去看看 我們先進去曼聯的博物館 我們現在進去一個可以說是獎杯房的地方 可以看到真的多不勝數 我們看到全部都是曼聯 所拿到它的獎杯 不單是這一邊 我們也看到這邊 也有很多的獎杯 包括竹童杯的獎杯 好了 殷超的獎杯 也有慈善粉的獎杯 接著就來到這個大的獎杯櫃 可以說 很多大的獎杯都是來這個櫃裡面 包括其實表演賽 例如來到香港 對著南華的賽事都有 另外也有世界冠軍球會杯的獎座 放在這裡 另外可以看到上面 上面有兩個比較小的歐聯獎杯 那兩個獎杯是什麼 其實就是在2008年拿冠軍之外 2009和2001年這兩屆都是拿亞軍 所以亞軍的杯就比較小一點 它也是放在這個獎杯櫃裡面 另外跟著 剛剛也說過 西港湯球會杯 2008至成唐聯球櫃 在日本所踢的西港湯球杯 拿的冠軍 也是擺在這個位置 另外 有些表演賽 包括之前2007年去到廣州 表演賽的時候 拿的獎杯都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 這個獎杯櫃的分量 都是比較大一點 另外最特別的是一隻獎杯 哪一隻呢 馬上看一看 就是2007年 我們第二屆亞洲失落運動會 在澳門舉辦的試運轉 當年萬年就在大球場 跟這個深圳的上青飲 打一場的表演賽 那場的獎杯 也是擺在這個位置 比較大的表演 好 好 你看 這個紀念碑 就是紀念剛剛五十週年 會回哈空難時經營 為一個一九五月 那時候 剛才到二年五月便會扭十 這個 也有火火在這裡 就是紀念 就是永遠不會忘記它們 好,來到這個球衣的陳年貴 現在是孟聯,仍然是球星 所代表國家的球衣都擺在這裡 看見這件,不用問,就是碧咸 當時碧咸對著希臘那場球 最記得就是最後一分鐘射到一個墳頭 令英格蘭可以進軍世界 包括在洲那件球衣,就放在這個位置 另外也有史潘 另外,日本國家隊的球衣都放在這裡 誰呢?當然是鄉村震屍 再看下去,另外巴里斯達,比較舊一些 另外,另外一個傳奇 簡東拿的球衣,當時和法國國家隊的球衣 都沉在這個櫃裏面 至於另外這邊比較舊一些 例如伯拉人粒神 另外也有鬼衫,也是在這個位置 再轉一轉眼,這邊 這邊就是萬年圍的追上的地方 就是歷代萬年的球衣都沉在這個櫃裏面 從最舊開始看,從以前的贊助箱 和現在開始慢慢轉變 白色各樣的,全部都沉在這個櫃裏面 當然了,紅磅,當然是全部紅色 另外,座下的球衣都放在這裏面 來到另一個櫃裏面 也是看到之前的球員所用的裝備 包括球衣和足球 其實以前的足球真的用牛肥做的 如果下雨或者收了水,球好像石頭那樣重 現在就放在這個櫃裏面 而且前球員所穿的歌本也是真的搏型的 看到是長筒,就不一樣現在 現在出得好像張紙的膜很輕 但以前那些就不一樣的 所以就比較重一點 一代一代慢慢轉上來 因為球鞋其實已經開始洋化了 因為放在這個博物館裏面 其實時間都比較長一點 繼續過去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一代的球式和所用過的東西 包括這對手套 另外就是雲達莎當年所戴的手套 另外,前華國的球員 大夫斯所用的手套 都是放在這個位置 這邊也看到一些球鞋 當然是最新款的 剛剛所說,好像紙那麼薄的球鞋 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越出已經越輕了 可以看到這個櫃裏面 由六七十年代所用的足球裝備 到現在這個年代的裝備 已經是變化了很多了 馬聯爺這麼成功,其實不多不少都因為清派的關係 最出名的是出小福 現在在這個房間裡也正在介紹一下當年的出小福 包括碧咸,雷爾兄弟,傑司,時光師和筆特 現在基本上很多已經退役了 當然大家都知道,時光師的名字仍然在盡中 這個房間裡就是講當年 這一班的出小福 就是為萬年青年軍運運運運運輸組 所獲得的賽事 可以看到,飛行 小時候也有筆特 以及傑司 當時傑司還剛剛出道 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有趣的照片 幾位 最記得是這個筆特 我們現在也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也在這個位置 轉過頭,在這一邊 也是他的修成期 可以看到,現在兩位基努將 傑司和士多士仍然在鎮中 其他都已經轉過了其他投影 看到當年 馬費達順和幾位 他們最出名的選份投影 在這個位置 傑司、筆特、碧咸 利文爾兄弟和士多士 這個有黃書要多介紹 碧咸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人不知道他是誰 當年的七船站 也是他最出名的支柱 利文爾 飛越來維基 現在正在看外環 至於北伯 現在已經轉了河 看看 說到萬年,怎麼可以不提一頭呢 就是波比查爾敦 這個行內其實全部都是波比查爾敦的歷史故事 看回場上 其實見到 由他年輕時代 介紹的 所有他穿過的歌衣 都排在這裏的位置 另外 也是見到 他們的 同時代 光芬的時代 所拿過的獎盃 都放在這裏 最特別是哪裏呢 最特別是這裏 就是這裏 大家也見到 當時 上年 阿波運 波比查爾敦 所穿的衣服 和他所拿著的火具 都放在這裏 就是這裏 說到法馬功勞 當然不少廢價信 來到這個博物館裏 都見到 這個陳列桂裏 所有的獎項都是屬於廢價信 當然有英招最佳領袋 另外一些獎座 全部都放在這裏 看到對阿信 對於萬年來說 真的挺重要 從一隊的 平平擁用球隊 變成世界球隊 可以說是居公自衛 球會博物館 相對很多其他球會來說 真的多很多獎盃 以及出過很多名人 由此可以看到他 悠久而且輝煌的歷史 事不宜遲 都是時候帶大家去球員更衣室 進來萬年更衣室 現在跟其他球會一樣 看到球衣都掛在這裏 但唯一之處不同 就是他們沒有鎖架 只是一件衣服 還有一張椅子 還有另外一件不同 就是甚麼呢 很多球會都是由龍門後衛 中場開始擺 但萬年這邊就不是 他們會任意去擺 沒有鎖架 龍門後就看到是拉斐爾 之後就變成了衛逼客 另外一組的後衛也是 我們有廢電藍這些 另外也有些中座在那邊 看當 Sir Alex進來 又是時候出去球場看看 上次看賽事時 已經來過 萬年主場奧脫福球場 擁有超過75000個座位 是英格蘭第二大的足球場 同時也是全英格蘭 三個歐洲足中五星級足球場之一 所以可以承辦歐洲冠軍聯賽 以及歐洲足球錦標賽的決賽 現在進來就是觀眾席裡面 其實我手指下面的位置 就是輝家信所坐的位置 以及兩隊的後備球員 所坐的位置 其實最好看球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剛剛去正中線 高隊也是適中 也可以看完整個場面的比賽 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我所走的位置 就是球員 後備球員出場的位置 亦是斐甲信 從球員更衣室 走上去後備直的位置 看到其實一路走的感覺 真的相當之很宏偉 看到整個奧脫福球場的全景 特別之處奧脫福是草地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到其實跟其他球場不同 是有一點斜了上去 之所以叫做夢劇院 也有一個原因 現在剛剛走到這邊 還沒看到 正式是萬聯的後備直在這個位置 所以所有的後備球員 基本上等出場 就是我站在這個位置 看到現在這條樓梯走上去 就是後備直的位置 看到通常 廢Sir就會在這條後備上去 還有所有後備球員 都會在這個位置走上去 我試試坐上去會點 就是這個位置 廢家信廢Sir 在早前宣布 5月19日正式零休 他領軍26年來 為萬聯獲得38項錦標 包括13次英超 以及2次歐聯 他每一次的戰術 都牽動到場外的情況 以至球迷的情緒 在今屆萬聯 以大比數奪半的時候 選擇退休 可以說 為自己的領隊生涯 留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而我們的英超之旅 亦都以萬聯澳鐵福球場 作為旅途的終點 好了 今次直踩澳鐵福的行程 都是隨著 我們參觀澳鐵福之後 也是完結的 今次也多謝 澳門友線電視 和澳門賽比亞人公司 的同家贊助 才有這麼圓滿的行程 大家玩得開心嗎 好 安排得好嗎 好 懂得好嗎 懂得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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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因為有很多工作員配合 才可以有這麼完美的行程 也是 多謝各位團友的合作 希望下一次有機會 再和大家一起去下一個旅程 多謝澳彩 多謝友線 多謝澳彩 多謝澳彩 多謝友線電視 多謝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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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行程差不多到尾聲了 這次我們整個澳彩腹之旅 能夠夠感受 多謝各位團友的全日配合 和澳門友線設計這麼多日的新勞 讓我們這次的拍攝 可以這麼圓滿結束 多謝 好了,隨著我們參觀完奧脫福之後 整個拍攝的行程也是完結的 首先要多謝澳門蔡美安公司 和澳門友善電視同家贊助的行程 但是要多謝重要的是天宮 因為來到英國這個禮拜裏 都沒有下過雨 其實我們之前都查過了 在來之前都會說英國有雨落 但是幸好在我們的拍攝期間 一定雨都沒有下過 而且真的要多謝這些團友 都很合作和玩得很開心 整班好像一家人一樣 希望如果再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再跟這班團友 這麼好玩的團友 再來一次,不要說不見了 英國,不發覺,不發覺 再一次的看球場就最好了 直踩奧電風 耶! 我覺得我失的... 對不起 我也知道... 我的主場 就是艾德哈德的頭場外 現在來到曼城的主場館 我們也有看過球場 好,來這裡 我們要剝衝 進來就是這個萬年獎杯櫃 這次的奧直太奧...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一下 按摩...按摩福 這個環境 首先如果是我們這個... 對不起 令到整個拍攝的順利 都相似順利 對呀 你在天氣報告之前呢 都是... 是你放水 哈哈哈哈 上次的臉是你呢 是你 你們最好大 謝謝 Thank you